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晓得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您觉得那些同学在课堂上的行为是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 基本上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其实它可以从很多复杂的层面来探讨 那就我们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学生的态度就是 基本上我们是认为说 台大是属于一个比较校风自由的大学 对 那我们认为说一个上课的规定 其实只要如果学生跟那个那堂课教授老师之间有达成共识 对 其实就OK 那如果说今天那个老师他上课的时候 他说我准许你们可以上课吃东西或睡觉 只要你们不要干扰其他同学就好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行为就是被认可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就是我们同学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红蓝他可能就是 比较是旁观哲的角度 不太清楚 对 他有点一篇概全 他没有就是可能就是 比较没有了解就是那个学生跟老师那堂课的约定之间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台大一学生后来也办了一个那个力挽红蓝的一个比较酷手的一个研讨会 那不晓得同学你有没有参加 就是 有去看吗 这个那个时候刚好举办 就是我有点忙 所以我就没气 那你同学有学 对 我们有蛮多同学参加的 对 那就我们在这个力挽红蓝那个讨论会 我们分成很多组 那大家就各自议题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红蓝这个事情 我们分很多议题去讨论那个系统 那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结论 就我们觉得说今天这个事件会发生 其实一来是跟那个课程的这个设计的制度有点关系 因为其实 所以你们就是就很多的面向都有做一些讨论 对 我们有自己有反省 那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汇整起来 然后想再承报给上面 或是公租于就是这个社会这样 这部分我们稍等一下讨论 因为我还蛮好奇就是其他医学院的学生呢 对于这个这个事件到底也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们先请你北一大的那个王玉宏 王同学 王同学您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比较牵涉到伦理啦 这次的事件 那什么是伦理呢 我们毕医院的副院长蔡上颖 精神科蔡上颖蔡教授是这样说 他说伦理就是合乎双方对彼此的期待 的状况下的一种互动 所以这种情况下是 就是黄安教授对你们有期待 可是你们没有达到他 他的期待你意思是这样吗 我觉得可能教授也是用心良苦 因为我们以后不可能带着便当 边吃便当边跟病人会诊嘛 那教授会觉得说 无规矩何以成方圆 也是用心良苦 可是对学生来讲 他可能前面有必须紧急的事情 他可能要打工 对一定要这样才有办法支持 那个经济上的那个 那这样那他至少还是很赶 可是他也有求知欲 他也有学习的动机 至少他还是来上课了就对了 虽然吃便当可是还是来上课了 然后我们知道永轩 您是今年马介义学院的 因为马介义学院现在才一年嘛 所以现在还是大一的学生 必须得以一个新鲜的角度来看 对于这个红蓝事件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大一嘛 然后就是对于上课的时候 有一些规矩还是 还是就是 还在适应大学生活 对跟着那个规矩 所以还不太敢做一些 比较夸张的事情这样 然后就是我觉得上课 大一生会比较乖 你们观察是这样 大一生会比较乖 就是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 互相尊重啊 老师学生之间还有同学跟同学之间 但是也有一些老师就是规定 就是上课可以吃东西这样 但是我是觉得就算要吃东西 也是吃一些比较不会干扰别人的东西这样 就是不要有什么香味 所以你觉得啃鸡腿太香味 啃鸡腿太香味比较夸张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不晓得您就是台大医学生对于那些 那个那个同事课 那个同事课你有上过吗 那个有 我在大二的时候上过 大二的时候上过 因为刚才您提到说就是 台大校童是比较自由的嘛 那你们在你们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在那年大的时候上这两个课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洪澜他提到那些状况 其实应该不止我们的系 就是很多台大基本上 不只是医学生 对而且我想很多大学也都有这样子的情况 对那我们那时候也是 尤其是那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 就是我们老师他会说 我们这堂课可能偏向就是 就是比较讨论或是比较free的形式 就大家你们不要干到 上课气氛比较好 对对对甚至他鼓励同学 哎你们可以跟隔壁的可以讨论 对讨论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对尤其那是一门 那门课是比较偏向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 他主要用意是要培养我们医生 就是以后能够对病人 能够更有多一点人文关怀 对社会有更多一点的了解 对那我那时候上那门课 就是他不是那种就是 就是那种压力很大那种 很硬的那种课 对对对他其实是一种比较对就是 比较鼓励大家讨论的那种那种 那形式大概是那样子 因为刚才王同学你有提到的 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 就是彼此期待会有落差这样子 那彼此期待有落差 可能是洪教授他以一个外人的立场来看 可是就是在你们上课的时候啊 你们有没有就是彼此之间 会有一些约定成熟 就就你们上课的时候 学校的话我想各种情况都是有啦 那就是如果针对吃东西这个东西的话 我想提就是说 有时候在医院里面开会 就是也有情况就是说 边报告边讨论 但是医生们也是一边吃边当 这样子 但是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特别觉得怎么样 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都是时间很赶 事情很多 所以就是会有会有那种 彼此之间就是多一点谅解 有一些事先的约定那就OK这样子 好 那不晓得就是那个同学您刚才提到说 你们台大医学生后来有做 那个立网红兰的一个研讨会上 也有做一些反省也有做一些探讨 那不晓得你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你跟其他医学院的学生分享一下 那我念一下 就我们在会后 我们有达成几点具体的共识 还有后续的一些行动基础 第一个是我们觉得要建立学生与校方之间 面对课程制度的沟通平台 就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的起因 跟那个课程的安排有点关系 就从刚刚北溢的学长讲了 其实会有比方说大家会迟到 或是说你上课背不好吃便当吃东西 那其实有时我们的课程设计 其实有时候比较重 因为医学系本来 其实课业分享真的蛮重 那课程又排得很紧 对第四夜晚就第五夜 又临近中午吃饭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可能是在这个课程制度 事实上有一些问题 那其实学生没有办法有适当的管道去 很好去反映给教授知道 那就变成说会造成问题 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是想说 要建立我们学生跟校方之间 课程制度的沟通平台 对 那还有就是 呃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建立 一些就是空间规划小组 就是改造医学院校园环境利用 这是因为就是 真实际上有点臭相 这是因为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医学院啊 我们一些空间的使用商跟总区或其他大会比起来就是有比较小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说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就是吃东西啊 或是什么之类 像我们就规定说 那个讲堂 就是可能讲堂是 比方说那个讲堂 你上课吃东西 可能会让那个地毯变脏什么之类 就是我们其实能够使用一些空间蛮小 医学院其实没有说很大 对那我们是想说 就是我们要把空间要好好规划 好好规划医学院每块块 就是这边可以吃饭 那边可以这样之类 这是一个比较延伸性 它其实有点 可是我刚才听你讲这两个都比较是说 对学校的建议 那我们这次 你又刚才提到有反省的部分 那你们这次医学生自己有没有对于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们 比如说啃鸡腿 那个香气太过分了 有没有类似的一个检讨 对 就我刚才有说就是我们 接下来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有建立我们 自我学生自我平坚的机制 对就是我们自己 自己评良自己 对自己评良自己 那我们自己评良自己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也会 其实这个事情以后 对我们学生也造成很多反思 我们也在想说 是不是我们的根本上 我们的态度 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其实这件事情 对于很多同学 每个人看法都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 我们同学并不是说抱着说 很傲慢态度 就是说这个一定不对 但是我们都是会经过反思 跟思考 所以我们才会有办这个 立晚宏兰这个论坛 对 因为刚才王宏学有提到说 他的论点就比较说 又有从